哈利路亚 经过一个礼拜 这个声音开始有些恢复 所以今天讲这个信息也是我自己的经历 亲爱的兄姐妹 在我们人生当中 会不会碰到困难啊 在你一生当中 如果你从来没有碰到困难 我不知道为你高兴 还是为你悲哀 因为你没有活过人生 人生当中一定会有困难 是吧 现在弟兄姊妹 没有人喜欢困难的 没有人喜欢苦难的 有人喜欢苦难的 来举一下手我看一下 没有吧 是不是 我听到弟兄姊妹在说 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都是什么 都是主啊 这个问题不要来 那个问题要解决 是不是 有没有人说主啊 牧师为我祷告 让我的苦难越来越多 有没有 不会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感谢赞美主 今天我们要来看这段圣经里面 虽然它不是 虽然它不是 直接地在针对我们今天所面对到的生活上面的困难 但是它讲到了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观念 这也是 等一下我会仔细地解释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 在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我们提到 格鲁西书第二章的 这个十二十三节 我练给大家听 他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 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 神的功用 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离的肉体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 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所以考考大家的记忆力 这是我在复活节讲的信息 还记得复活节讲什么信息吗 OK 没关系 请问上个礼拜 葛师母讲什么信息 奇怪了 为什么葛师母讲到的题目 你们都记得呢 一连讲一次的关系好 那以后牧师一连讲一次就好 复活节讲什么还记得吗 复活节讲的就是 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二十三节 讲到与基督同活 是不是 与基督一同复活 宝东在讲到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 他先讲到与基督一同怎么样 死 没有死就不会活 与基督同死代表的就是说 当主耶稣定死之架的时候 我们这一个肉体 我们这个救人 我们这个败坏的我 已经死了 Amen Amen 所以请弟兄姊妹告诉我 你信了耶稣 你的我死了没有 你死了没有 死了没有 问你旁边人死了没有 那个新来的对不起 请你们不要误会 怎么教会 这么一开始就讲死了 对基督徒不怕死的 跟你旁边说你不怕死 你不要怕死 Amen 亲爱的兄姊妹 在属灵上面的意义 耶稣基督定死之架 我们与他一同定死之架 所以我们的救人与他一同定死之架 所以从客观的事实上面来讲 客观的事实意思就是说 耶稣基督定死之架这件事情 已经成就了 不需要你我做什么 我们的救人 我们这个会发脾气 我们这个会说谎 我们这个会纷争 会嫉妒 会说小话 会说邪言邪语的 这一个旧人 已经死了 Amen 所以少数几个人死了 其他人都好像有点怀疑 请问高杉娜你死了吗 死了 亲爱的兄姊妹 我先不要讲你主观的经历 跟主观的感觉 我讲的是一个圣经上面 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 耶稣基督定死之架之后 我们与他一同定死之架 所以我们这一个肉体 也叫做旧人 也叫做老我 已经与他一同定死之架 死了 Amen 一方面是死了 另一方面 一个新的生命 基督的生命进来了 而这个叫做 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所以在13节讲到说 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解经要看上下文 所以接着我们再来看14节 说又怎么样 又涂抹了 在律律上所写 攻击我们 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把它撤去 定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前面讲到说 我们与基督已经同死了 接着又说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接着就讲出了 接下来这个涂抹 还有这一个定 在原文里面都是分词 表明什么呢 表明这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必须经过的两个过程 首先我们来看 我称它叫做过犯一笔勾销 跟你旁边说 你的过犯一笔勾销 你心想说 我为什么过犯 有没有 我们在这 有没有过犯 过犯就是犯罪了 有没有犯过罪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亏欠人 有没有 都有吧 想不想过犯一笔勾销 保罗在这里说 又涂抹了 在律律上 所写攻击我们 什么叫涂抹 律律 首先我们要看见 这个律律 就是指的律法 指的律法 对我们的要求 罗马书第二章十五节 保罗说 他说这是显出 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的心里 所以这个律律 就是律法的功用 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 我稍微解释一下 对犹太人来讲 律法是什么呢 旧约的律法 是不是 一般你如果读圣经里面 讲律法的时候 比较狭义的指的是摩西五经 那么在对犹太人来讲 除了摩西五经之外 更广泛一点 就是整个旧约圣经 就是律法 可是有时候 你看到了新约 讲到律法的时候 它就不是只是指的旧约了 它指的是什么 整本圣经 了解我意思了吗 可是保罗在这个地方 讲的律法是指什么呢 就是当初神借着摩西 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 告诉以色列人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很详细啊 你们去读立位记 你们去读这个圣经里面 讲的是不是 圣经上说告诉我们 什么吃可以吃 什么不可以吃 都有讲 有没有 圣经上说不可以吃的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吃 有没有 中国人你到这个 中国人店里面去 华人超市里面去看 你看有一些时候 它还卖什么 卖乌龟 卖甲鱼 还有青蛙 可不可以吃啊 圣经上告诉我们 可不可以吃 旧约圣经告诉我们 可不可以吃 神吩咐以色列人 是不可以吃的 我们中国人管他那么多 什么都吃啊 天上飞的地上爬的 海上海里游的 全都吃了 什么呀 亲爱的地上飞的地上 就是我们中国人乱吃 什么都吃 所以有时候就吃出一些病来 好 这句话就不停了 亲爱的地上 圣经旧约里面 告诉我们这些 该吃不该吃 该做不该做 好不好 好不好 不好 有一些比较强调旧约的 就是说强调圣经的 特别旧约的一些 比如说像安息日会 他们非常按照旧约圣经里面 吃的这方面 其实严格讲起来 你按照圣经里面 这样子的教导 吃东西是非常健康的 你懂吗 但是今天保罗到了新约的时候 保罗要问一件事情 那我们信了耶稣的 这些基督徒 我们是不是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仍然要按照旧约圣经里面 说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 我们应该一字一句要照着做呢 是不是 是不是 请记得 律法的功用 做什么 律法的功用 是叫我们知道 该做不该做 对过错 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说 律法是叫人知罪 看到没有 为要引人到哪里 到基督的面前 所以保罗说 他不是要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他不是要废掉律法 律法有他的功用 请问你在开车的时候 美国有没有法律告诉你说 你开车该怎么开 有没有 开一半 开local 速限多少 多少 45 35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35 有些地方40 45都有 对不对 高速公路多少 65 没有一部车65 所以好像听说 这个我都没有去证实过 不知道你们在美国久一点 是不是在法律还有一条 就是说 follow the flow 有没有 有吗 有 OK 不过这也很tricky 如果大家都是开到80mine 我follow他们 警察抓不抓 抓不抓 抓 不抓 到底抓不抓 我就因为在开到San Diego 开了80mine 就被警察抓了 不过那时候没有follow the flow 因为前面没有车 好了 重点我们不去探讨细节了 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 请问律法 法律告诉我们 该做不该做 车该怎么开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当你犯规的时候 警察在后面 跟你微笑 闪灯之后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怎么办 赶快靠边停下来 是不是 驻美国久人都知道 然后警察会给你一张什么 take it 听说早期 美国的警察 如果碰到牧师的话 会给他一点恩典 可是从我来美国之后 我从来没有碰过这个恩典 甚至我跟他传福音之后 他还是给我tiki 法律就是如此 法律就是如此 你懂意思 是不是 法律就是这样子 硬邦邦的 他说你犯罪了 是吗 所以在美国你要很小心 你报税的时候不诚实 被他抓到怎么办 你没完没了了 真的 你没完没了了 刚来的姓名不懂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走这些后门 走这些走小路 你出一次事 你在美国就很难玩了 那亲爱兄弟们 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 律法要叫我们执罪 可是耶稣基督在石架上面 他已经撤销了 他已经涂抹了 这个律法的律律 好 然后你再注意看 他接着讲什么 我看 假如这个我要用 天主教跟基督教的救恩论 来做一个比较 为什么呢 你会发现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各大宗教里面 除了基督教之外 犹太教 天主教 伊斯兰教 那其他的就不要讲 什么喇嘛教 这些都不用讲 佛教也不要讲 基本上面 他们的救恩论里面 有很强烈的 所谓的功德论 行为 但是请问 今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看谁 我们信耶稣 是凭着什么 信 对不对 这叫因信 成义 有什么好的事情 我记得 很多年前 台湾有一个 陈静新 大家记得吧 他杀了白冰冰的女儿 那么后来他到了监狱里面去呢 被一个监狱的牧师 劝化他 帮助他 带领他信了主 那么后来 他也公开的道歉 向白冰冰道歉等等这些 最后他还是死了 判死刑嘛 对不对 法律是没有讲这些东西的 法律没有说你信了耶稣 我就不判你死刑了 没有 但是请问 陈静新 他死了 他到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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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天国 还是到地去 天国 你根据什么 如果按照佛家的说法 他罪恶甚重 是不是 他怎么能够去天堂呢 这么简单 所以我做一个调查 来 大家是公正的法官 陈静新上天堂举手 解放下 认为他不上天堂的举手 有几位 还是有几位 好 那我再请问大家 跟耶稣一起 同地 十字架的有两个强盗 大家记得吗 记不记得 其中有一个强盗说 主啊 求你德国的时候 祭奠我 请问 主耶稣说什么 主耶稣说 今天你就同我在 请问这个强盗去哪里 结果 如果他在 十字架 就在临死之前 就这样子承认了一下 还没有像陈静新 他还公开跟人家认罪 等等就做这些事情 请问他可以上天堂 陈静新为什么不可以上天堂 懂我说意思吗 懂不懂意思 这叫做恩典 恩典是白白的 不是你做了多少 所以改教运动里面 不管是加尔文 不管是马丁路德 一直要把这一个 恢复到圣经里面的 因性称义 跟你旁边说 因性称义 以父所说 第二章在那边告诉我们 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因者性 下面说 不是出于我们 自己也不出于我们的行为 可是天主教在信心之外 再加上什么 行为 所以他们需要洗礼 请问我们基督教洗礼 可不可以帮助你上天堂 可不可以帮助你得救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我们教会大多数都上过门序 这是很基本的问题 我一再讲 你一定要很清楚 德救是本乎恩 然后呢 因着性 他有没有说 除了性之外 你还要受洗 天主教加上洗礼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天主教给儿童洗礼 你知道 婴儿洗吗 为什么 因为 如果他 万一他 很快就走了怎么办 所以婴儿就要给他洗啊 所以洗礼是带着怎么样 跟救恩是有关系的 可以洗去他灵魂里面的原罪 这是他们的洗礼 这是他们的洗礼观 还要补熟 补熟啊 就是说 就是 补熟啊 就是 你过去这些 有一些的 这个罪恶 那么要借着 做一些好的事情 来补 补 补充 补熟 还要行善 所以在这一种的信仰观念之下 你知道 妈德托里萨 大家都认识吧 叫德雷莎修理 德雷莎修理被天主教封为圣人 他在加尔各达 他在印度 帮助了许多的穷人 他也得到世界罗贝尔和平奖 是吗 这么样子伟大的一个天主教徒 可是你知道吗 从他的日记里面 从他的一些的书信的里面 大家发现说 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不知道多长 但是德雷莎修理 他里面一直觉得 他没有把握 他到底能不能够得救 他没有把握 到甚至没有把握 是不是耶稣 在他里面 这很严重 为什么会是没有把握 亲爱的兄弟妹 请问 现在我要问你一件事情 耶稣在你的心里面的 请举手 你要确定了 Amen Amen 德雷莎修理 做了这么多的好事 是不是 行了这么多的善事 帮助了这么多的穷人 但是他竟然会有这样子 天主教称他叫做 灵魂的黑夜 有一个我们 这个华神神学院的 以前的老师 康莱昌牧师 大家都知道吧 康莱昌牧师 针对这个现象 很简单 讲了一句话 他说 其实 德雷莎修理 只需要把 我们的这个 救恩论搞清楚就好了 只需要清楚知道 因信诚意就好了 Amen 亲爱的兄弟妹 如果你清楚知道 我们信耶稣 我们因着信 而诚意了 Amen 我们德就是本乎恩 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不是你配德 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 不是因为你PHD 不是因为你比较能干 不是因为你在教会做长老 都不是 是什么 是因为神的恩典 然后因着神的恩典 因着我们接受 相信就是接受 反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的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权笔 做神的怎么样 儿女 就这么简单 简单的道 很多的人 今天不敢相信 简单的道 许多的人 他宁可花钱去买 这一个救恩 可悲啊 我们中国人就是在 这一种佛教的 功德观的当中 所以我们很有 这种观念 有没有 我们的里面充满了 在我们思想里面 充满了这种观念 将功 怎么样 赎罪 这句话哪里来的 佛教来的 将功赎罪 亲爱的兄弟妹 可是你信了耶稣啊 不能再把这种 佛教的观念 带进来了 但是很难 我们真的是要 不断地脱掉 脱掉 这是过去我们 给我们的这种 文化上面 所带给我们的包袱 我们总觉得 中国人觉得说 天下没有 不是 白痴的什么 午餐 是不是 天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所以呢 我们中国人 你到中国去 你主动要去帮助别人 怎么样 你觉得你会怎么样 我记得我多年前 到这个 到内蒙的时候 到内蒙的时候 那么那时候 这个要坐飞机到北京 天上大雾啊 所以飞机不能飞 然后要赶下一班 要坐下一班 我当时就是 有点着急了 我就想说要借给人 因为我的 我每次进去 带的手机 都是很破的手机 什么lowkey啊 那种 只能够 那这个 花费又不够 所以我就想 跟人家借手机 我就找了一旁边的一个 我就看了一个 一个男的 坐在我对面 我就跑去 要跟他借手机 结果跑去过去 跟他借手机的时候 他看看我 稍微考虑了一下 最后大概有点勉强 就借给我用了 用完之后了 他马上就离开我了 就 这很明显的 他就离开我了 干嘛 神怕我再借 我很难明白 你懂意思 这个手机 有这么大问题吗 我后来问了一些 国内的弟兄姊妹 他们才能告诉我 他说 哥老师 在我们这儿 没有人会去 这样借手机的 也没有人会借给你手机的 太多这种诈骗的事情了 所以人的爱心就 渐渐冷淡了 是不是 你要去帮助他 他都不愿意去帮助 神不知道你怀什么 怀着什么心来帮助我 是不是 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 午餐 晚餐 你已经有信心 想到晚餐去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但是在基督的里面 在基督的里面 我们是凭着神的恩典 有没有白吃的午餐 有没有 有 今天第一次来的中餐 通通是白吃的 free free lunch ok 亲爱的弟兄姊妹 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 真的是我们感恩不尽 如果上帝要跟我们算 怎么样子 比如说你今天撒谎了 要用多少的行为 来补充你撒谎的 那还要看呢 你撒谎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是吧 如果你撒谎只害了一个人 跟撒谎可能到一个国家灭亡 请问那个结果一不一样 如果要这样算的话 我想我第一个要疯掉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是的 不是的 上帝的恩典 多得不得了 上帝的恩典 大的不得了 我们可以随意的自去 我们不需要再像这些世界上的 不管是佛教徒也好 天主教徒也好 或者是妈妈教徒也好 或者是甚至伊斯兰教徒也好 我们不需要像这些 他们需要行武功 他们需要行善功 他们需要做好事 他们需要帮助穷人 他们需要做这些事情 你知道吗 他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 是为了要怎么样 来赚起他上天堂 赚取救恩 可是耶稣基督为我们 定在十字架上面 他本来没有罪 他为你我 这些罪人 定在十字架上面 这伟大不伟大 然后他应该收费 是不是 那你们每个人来这个教堂的 每个人都要捐十块钱 好吧 一次十块钱 很便宜了 现在物价上涨了 像刘子妹 会这样做吗 神完全没有这样子 连教会的奉献 请特别新来的朋友 你不要说 到教堂还要奉献 我们现在应该 还是要记得 以后还是要常常报告一下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你不清楚奉献的意义 请你不要奉献 了解我意思吗 免得有一些人来了教会 他看你们在传奉献带 他说在讲奉献 应该到教堂里面还要去捐钱 那跟去庙有什么差别 不一样 你到庙里面去捐钱 为什么 那边写个功德相 懂这意思吗 可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奉献 因为保罗说 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圈里面 将身体现场当作活祭 这是理所当然的 耶稣基督都把自己 他的自己的生命都给了我们 为什么我们连这一点点的十分之一奉献 我们都不愿意奉献呢 所以我们奉献要甘心乐意 如果不甘心不乐意 不要奉献 上帝的家不缺这一种 不甘心不乐意的钱 Amen 上帝也不缺那些 那些所谓的不义之财奉献的 亲爱的兄姊妹 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他把我们过去的一切的这些律法 对我们的要求 这些的都涂抹了 接着他说什么 撤去自据 撤去自据 他说保罗在这里说 他说那些律法上面所写 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自据 把它撤去 定在十字架上面 进一步的 他讲到说这个自据 这个自据什么 简单的说这个自据是什么 就是借条了 就是借据了 有没有给人家借过钱 或者别人有没有给你借过钱 有没有这种借钱 或者是欠钱的经验 有没有 都有吧 有没有 我们在这里买房子的人 请告诉我 你有没有欠钱 欠谁 欠银行的钱 是不是 每个人都变成是窝奴 不是窝奴 那叫什么 房奴 窝奴好像是一部影片 我去 我去 这表示你们还醒着 丢着呗 请问 我是 去年吧 终于好不容易 把三十年的贷款还完了 哈利路亚 但有人说 牧师你这样不对 你这样就没有办法报税扣税了 又有另外一个 我们不去谈这个问题 但是你知道吗 当你有一个贷款的时候 每一次当你 那个期限到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什么 千万不能耽误 千万不能耽误 是不是 你一耽误很麻烦的 是不是 真不容易 我现在想想真不容易 三十年 每一道快要之前 一定要在之前 把这个贷款给出去 钱就怎么样 所以有的人就一辈子都做乌奴 房奴 乌奴又错了吗 屋子吧 这只是两岸用词不同 好 OK 房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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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亲爱的兄弟妹 你我信了耶稣 请你记得 我们不再欠律法的债了 Amen 律法告诉我们说 你看 你又撒谎了 你看 你又这样子了 对 没有错 亲爱的兄弟 我要在这边稍微讲一下 这个意思不是说 今天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可以任意犯罪 不是 这个意思是说 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会认罪 对不对 那我们认了罪之后呢 主耶稣就赦免我们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不要再接受 魔鬼对我们的控告 除非你不认罪 那那个控告会持续的在你的里面 如果你真正的认罪悔改了 你就要相信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你的罪 因此他再也不能够 撒旦再也不能够用这个罪来抓你 来控告你 这个叫做撤去了自居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 已经把我们 所有这些律法上面攻击我们 这个 就是定罪我们的 这一个与我们为敌的 这一些的字句 这些借条 统统把它削掉了 把它撤去了 把它定在十字架上面了 哈雷路亚 阿们 哈雷路亚 要像王部长的妈妈一样 要怎么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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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派一些弟兄姊妹坐在前面 当做 对啦 有一次马丁路德 这个是教会历史传说里面 很著名的一个故事 马丁路德 在改教之后 那么 那么 有一次魔鬼 就拿了一大卷的 这个纸 来找他 里面写了 各 写满了字 那么 这个路德就问他说 这是什么 这撒旦就回答说 这就是你犯罪的记录 那路德看了以后 仔细看了以后 他说 哎呀 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 甚至他自己忘掉的罪 都写在上面了 然后呢 他就问他说 他说 那 还有吗 这个撒旦说 当然还有 他又去 又去 哇 又拿了一堆的这些的 罪的罪状的记录 来给他看 当他来了之后 马丁路德就跟他讲说 还有吗 撒旦心想说 哇 好 你这个小子 好 再去 就把他所有的 一切的这些罪的记录 统统拿来给他 说 来 最后 你所有的罪 统统在这里了 马丁路德看到他来了之后 就拿了一个 一个剪刀 用这个 用了一个 这个红墨水 然后翻开了 这个红墨水之后 然后就 就 泼到 就 就用 用他的这个 用了一个笔 用他的个笔 就写了这一句话 这句话写什么呢 是在 这个 约翰一书 第一章那边写 神 儿子 基督的血 洗尽我 一切的罪 当 马丁路德 把这写出来的时候 撒旦看了之后 就立刻的逃跑 亲爱的弟兄姐妹 马丁路德 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 他承认他是一个罪人 撒旦把他过去所犯的这些罪 翻出来要翻旧账 告诉他说 你犯罪了 今天撒旦也同样的会 把过去你说犯过的罪 一个一个的翻给你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别人都不知道 但是魔鬼知道 但是你怎么样子 能够抵挡魔鬼的控告呢 我刚刚讲了 你如果在主的面前 你都清清楚楚的认罪悔改了 你就可以坦然的无惧 宣告说 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 已经洗净我一切的罪 Amen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叫做福音 这个叫做福音 这个叫做恩典 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 将我们过去的过犯 一笔勾销了 Amen 不仅仅如此 接着在十五节 保罗说 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 明显给众人看 就仗着十字架 夸生 保罗在这里讲了 进一步告诉我们说 不仅仅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 律法上所对我们的这些的要求 这些的字句 这些我们所欠的这些 统统的一笔勾销 而且保罗说什么呢 保罗说我们可以 仗着十字架 夸生 其实仗着十字架 夸生这一句话 中文的翻译 大部分的中文圣经的翻译 都是翻译 仗着十字架 夸生 可是其实按照原文 有几个英文版本 翻译的圣经里面 我把它扣出来 你可以看一下 在NASB跟ESV 这两个版本里面 NASB把它 提到说什么 说 说是 through him 有没有 那ESV的这个版本翻译成什么呢 翻译成 in him through him 或者in him的意思呢 中文翻出来是什么呢 就是靠基督 就是在基督的里面 所以这一句话 靠仗着十字架夸胜 应该讲就是什么 靠着耶稣基督夸胜 在基督的里面夸胜 Amen 那亲爱的同志妹 什么 他这边讲说 鲁来啊 这边讲了一句话 他说 耶稣基督既来 把定在十字架上面 就将一切执政掌权的 鲁来 鲁来是什么意思 鲁来就是解除武装 矫介 就这么简单 懂这意思吗 你看这个图画 当年日本战败的时候 投降 有没有 缴戒 所有的武器全部缴戒 好像听说那时候 很多的武器被缴戒之后 就不知道流入哪里去 所以造成后来中国的 这个国共战争 好 OK 那个先不谈 我要讲的就是说 你看到没有 他缴谁的戒 他解除谁的武装 耶稣基督解除了谁的武装 解除了一切 你注意看 他这里说 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者的鲁来 看到没有 一切执政掌权者是指什么呢 一切执政掌权者是指的 在天空的属灵界的恶魔 一切的执政掌权者的都被他掳来了 都被他缴戒了 都被他打败了 Amen 你们都不兴奋了 Amen 你们前面几盘的 你们是拉拉队啊 Amen Amen的意思就是说 是的 我赞成 同意 好不好 所以你要Amen Amen 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有同样的一句 同样的 越来越 对不起 我弄错了 好 在哥林多后书里面 有同样的这一节圣经里面 讲的这一句话 在基督里面夸神 他讲的什么呢 借着死 败坏那个长死权的 对不起 希伯来书第二章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 就是魔鬼 所以 今天耶稣基督定死之下 这件事情已经败坏了 借着他的死 借着耶稣基督定死在实下上面 已经把魔鬼的权力 把他剪戒了 把他解除了 懂这意思吗 卢写错了 哪有摩擦的膜 错了 我错了 我错了 请老师原谅 这个就是 这个表示张牧师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你要看出错字 必须找别人看 OK 好 接着他这里讲说 他这接着讲什么 他说 明显给众人看 简单地说 这个中文的 我这样讲你就懂了 示众 懂没有 斩首 示众 示众懂吗 OK 好 这一个事情 这一句话就在表明什么呢 表明当年罗马将军 打胜仗的时候 他们通常是怎么样 罗马将军带着他自己的军兵 叫雄装威武的 威风凛凛的 怎么样 进入罗马城 接受周边的这些民众的欢呼 这个迎接 然后后面跟着是什么 那些被打败的君王将领 还有他们的人民 还有那些卤物 统统跟着带鸭进来 懂得明白 这个叫做 公开示众 这个叫做 明显地给众人看 这个叫做 把他们摆在海旋的航链 你只有更多的了解 你才会发现 保罗在这里形容的时候 形容这一位 我们耶稣基督得胜的君王 祂是宇宙的君王 祂是宇宙的大将军 祂战胜了那一个执政掌权者 一切天空黑暗的权势的 亲爱的兄弟妹 这些魔鬼 这些黑暗的权势 通通都拜在祂的手下 Amen 你所信仰的是这位耶稣基督 你所信仰的是这位耶稣基督 Amen 这位耶稣基督 在你的里面 比在这个世界的更怎么样 更大 所以 所以 希伯来书才会讲说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留仆的人 怕死而为奴仆 惧怕 死亡 是人生当中最后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惧怕 有没有 我们从小怕黑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怕黑的 有 有从小怕蟑螂 有没有 怕蚊子 怕老鼠的大概更多 怕蛇 怕鞭子 怕老鼠的鞭子 印象深刻 是不是 还怕什么 怕找不到男朋友 有没有 或者怕找不到女朋友 是不是 或者怕怎么样 怕结婚 有没有人怕结婚 有吧 结了婚之后又怕什么呢 我们很多的惧怕 从小到大 我们很多的惧怕 是不是 我们怕这个怕那个 所以呢 希伯来书说者在这告诉我们说 借着死 败坏 长死权的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因生因怕 死 而为如仆的人 我特别把怕 稍微停留久点 很多人把这个死 反正你没有面临到死亡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会怕死 但是我讲怕黑 你就知道 我讲怕失业 你就知道 我讲怕结婚 或者怕离婚 你就知道 我讲怕 怕怕 很多都怕 是不是 有没有人都不怕的 什么怕 天不怕 地不怕 就怕老婆 总有可怕的吧 有没有 亲爱兄姐妹 因为惧怕 使得我们就成为他的奴隶 很多时候 华人的年轻人走不出去 不要说出去做宣教室 刚才唱那首歌唱得很感动 是不是 一粒麦子 有没有 唱得很容易 好 假设我们像天主教 今天聚会结束 来 我们六十五岁以上的 六十五岁以上的 六十五岁到七十五之间的 全部都送到欧洲 去做至少五年的宣教 阿们 没人敢阿们了 现在就什么 讲很容易 上次个礼拜 你看到那个 那个韩国的两个宣教士 是吗 那柳学教士跟我分享 中国请他出来 他去哪里呢 最后去了印尼 他那个儿子 到了印尼 才待了几个月 真的是适应不了 后来 就回韩国去练书 再然后又到美国来练书 所以他的孩子 就这样子跟着父母亲 就这样子飘来飘去 请问这些父母亲 愿意孩子这样子吗 但是 这就是呼召如此崇高 是不是 呼召是如此的崇高 可是有多少的人愿意 放下自己的意思 像一粒麦子一样 埋下去了 还不要谈到五年 讲五年要吓坏了 我想说两个礼拜的短薪 可以吗 可以吗 有的两个礼拜都不敢 你说我已经年纪大了 牧师 你老是动我们老亲 年轻一点的 好 那你不能去 派你儿子和女儿去 Amen 哎呀不行啊 儿子女儿 现在都有孩子了 正是最忙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呼召他们啊 那呼召谁啊 呼召孙子 人家汉国的妈妈是 祷告主啊 主啊 呼召我的儿子去做宣教室 我把最好的投身的献给你 我们说 主啊 这是我的儿子 主啊 他是第一个的 主啊 主啊 你要让他能够做医生 这就是我们中国父母亲 如果小孩子想要去做宣教师 很多父母亲就跑来找牧师了 牧师你劝劝我孩子 他是不是搞不清楚状况啊 奇怪了 如果他说他想要做医生 你要不要去劝他 要不要 不会 你懂我说意思吗 所以这是我们父母亲的价值观 亲爱的兄弟妹 耶稣基督 接着死 已经败坏了 长死全魔鬼 叫我们从一切的惧怕里面 被释放出来 Amen Amen 如果你有什么惧怕 不管刚才讲 怕黑怕什么 你要宣告这句话 主耶稣 你已经接着死 败坏长死全魔鬼 把我从一切的这些惧怕里面 释放出来 Amen 最后 你要靠着基督来得胜 靠着基督来夸胜 靠着基督 我们就能够在基督的里面夸胜 夸胜就是那一个 在那个得胜的行列中间 就像那个大将军一样 跟着他 跟着大将军的这些的军兵 他是怎么样子一种 请问你在打胜仗 跟着将军进城的时候 你是怎么走法 你看败坪都这样走 有没有 打胜仗的军队怎么走 航手枪 是不是 不像普亭这一次的阅兵 就有点 只有一辆战车 亲爱丢子妹 人生当中会有许多的征战 人生当中会有许多的挑战 会有许多的困难 会有许多的一些问题 但是亲爱丢子妹 问题不可怕 困难不可怕 亲爱丢子妹 可怕的是 我们不在基督里面 我们不会依靠基督 亲爱丢子妹 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 罗马皇帝 君士坦丁 是罗马皇帝当中 第一个做成为基督徒的 当年君士坦丁 他怎么样子做了罗马皇帝呢 据说他在一个最关键的 那一个的争战的当中 结果他突然的 看见天空出现了一个十字架 然后写的一句话说 靠此十字架就必得胜 果真在历次的决战的当中 他大获全胜 从此一统罗马 就做了罗马皇帝 他做了罗马皇帝 好不好呢 好也不好 他因此上任之后 他就宣布颁布 基督教成为罗马的 帝国的国教 当然后面的中国世纪的 这些的很多的问题 黑暗时期等等 都跟这个有关系 但我先不讲它 但我要讲的就是说 至少 这一个故事 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 君士坦丁 他清楚地知道 他得胜是靠什么 他靠着这个十字架 亲爱的兄弟们 我也盼望你我清楚地看见 在我们人生当中的 这个争战里面 在我们与天公属灵器 恶魔的争战里面 在我们与这个世界 许许多多诱惑试探的 这个争战的里面 在我们与这个私欲 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的 争战的这个里面 亲爱的兄弟们 我们是得胜的 我们是常胜君 因为我们有一个 常胜的将军 Amen 我们的常胜的将军是谁 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他率领我们 藏在基督里面 夸顺 Amen Amen 我们最后一起来唱首歌 我们大家一起起立 好不好 我们来唱 我这边有 好 就用我这个就可以了 在你爱里我已宣告 我不必最终打转 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靠着耶稣的神 靠着耶稣的神 从此身要靠着主爱去的神 靠着耶稣的神 靠着耶稣的神 不必惧 不必惧怕错吧 随着主恩更广阔 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你得胜的程度 跟你唱的声音很有关系 你的声音越小 你的得胜程度越小 你的声音越大 你的得胜的程度越大 Amen 好 我们再来唱复歌好不好 来 大声带来唱 靠着耶稣的神 靠着耶稣的神 从此身要靠着主爱去的神 靠着耶稣的神 靠着耶稣的神 不必惧怕错白 却是主恩更广阔 使你带领着我的神 我希望你才唱的时候 对着你旁边来告诉他 靠着耶稣的神 靠着耶稣的神 从此身要靠着主爱去的神 靠着耶稣的神 靠着耶稣的神 不必惧怕错白 靠着主恩更广阔 使你带领着我的神 主是的 主啊让这个不只是一个口号 让这不只是一个知识 主让它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妹 姊妹的心力 在我们人生当中 面临各样的挑战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问题 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 让我们因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跟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 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挑战 谢谢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也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包会时的引导交通 常与我们同在 迟到我们主耶稣基督 再回来的日子 阿们 因为 我独全病 和荣耀 全是福的 到永远 阿们 好 坐下之前 跟你旁边左右说 靠耶稣你一定得胜 好 我们末道之后 上会 谢谢 感谢观看